窝黑猩猩的生存之道 把交配当成社交手段 它们该如何繁衍后代 对于自然界中的动物来说 交配繁衍是它们将自己基因延续下去的唯一方式 所以大部分动物都会在交配的问题上大胆出手 渴望赢得更多交配的机会 然而对于窝黑猩猩来说 交配似乎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它们不仅不会发生大动 甚至还能够和谐效果 窝黑猩猩对于繁衍后代这件事情为何如此佛心 众所周知 猩猩猩的基因与人类十分相近 所以一些行为活动也会更靠近人类的模式 相较于黑猩猩来说 窝黑猩猩的性格更加温顺 与人类也更加相似 然而奇怪的是 它们身上却出现了一种与人类完全相反的行为模式 不仅没有坚持一夫一妻制 还会用这种方式进行社交 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 那么造成窝黑猩猩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究竟是什么呢 自然界中的大部分动物都无法在交配中获得快乐 然而窝黑猩猩却完全相反 它们进行交配时心情会变得十分愉悦 所以一旦两个个体之间产生矛盾 完成一次交配就能够顺利地化干戈为欲 其实这是因为窝黑猩猩是一种 喜欢用和平方式解决矛盾的生活 所以为了防止出现打斗现象 才会用交配的方式化解矛盾 不得不说 这种方式确实维护了窝黑猩猩的种群稳定 也让不同的个体之间更加团结 有利于长久稳定地发展下去 窝黑猩猩的生存之道 把交配当成社交手段 它们该如何繁衍后代 窝黑猩猩之所以奉行和平主义 是因为它们的领导者通常都是雌性 种群中的雌性又在长大之后 就会离开自己的族群 而去加入一个新的家庭 更令人不解的是 它们在进入一个新环境后 往往会通过疯狂交配的方式 来赢得其他个体的好感 甚至交配的性别已经不限于一性 连同性之间都可以随意交配 从人类的监督来看 这种行为往往代表着私生活的混乱 甚至违背了道德准子 然而窝黑猩猩并没有道德约束 它们并不觉得交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 既然窝黑猩猩的交配行为如此非 那么它们是否有近亲繁殖的可能性呢 虽然自然界中的动物大多没有道德约束 但是它们也会尽量避免近亲交配 然而窝黑猩猩似乎并不在意 就连雄性幼崽都会与其母亲进行交配 难道这样不会影响它们后代的健康吗 事实上 虽然窝黑猩猩不在乎是否近亲交配 但是它们却能够完全避免近亲繁殖 亲子之间的交配仅仅是一个维系关系的纽带 并且雄性窝黑猩猩的性成熟时间在12岁左右 而它们与母亲的交配行为在6岁时就停止了 所以尽管与自己的后代进行了交配 雌性窝黑猩猩也是不会怀孕的 为什么说窝黑猩猩频繁交配是一种十分聪明的行为 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窝黑猩猩与人类一样 并没有明显的发情期 只要它们想交配就能够随时进行 按理来说 这种情况下的窝黑猩猩猩幼崽数量应该会不断增加 但事实却刚好相反 这又是为什么呢 其实对于雌性窝黑猩猩来说 交配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而怀孕却没有那么浓 由于体质特殊 它们往往需要经过多次交配才能够成功授予 由于它们的配偶并不够 所以即使是雌性自己 也无法确认孩子的父亲是谁 这样一来 就能够很好地防止幼崽被杀害 雄性为了让自己的基因延续下去 即使概率并不高 也不会去伤害幼崽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幼崽的成果 除此之外 窝黑猩猩还有着极高的智商 经过系统的训练后 就能够做出相应的行为 甚至能够表达出自己真实的想法 然而它们的现状却没有因此而好转 由于人类的行为活动 严重影响了窝黑猩猩群群的反应 再加上它们天性温顺 基本不会做出攻击性的行为 所以生活在自然界中的 它们很容易就会被有心之人猎杀 如今的数量更是岌岌可危 再加上人们对土地的扩解 乱砍乱罚等行为 严重破坏了窝黑猩猩的生存空间 种种原因累积在一起 才造成了窝黑猩猩生存困难的局面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